哈囉大家好我是查理 我現在人呢在佛羅倫斯的飯店裡面 就出去玩了一整天 然後現在要開始卸妝保養 所以就想說要跟你們分享卸妝保養的步驟 就是我最近在用的卸妝的是這一個 現在大概是晚上11點半 就有點累累的 然後我就是一邊卸妝的時候 一邊跟你們講我來這邊的一個很悲慘的故事 就我覺得我真的在機場的運氣的會非常的不好 因為我來就是佛羅倫斯的時候呢 是從瑞典來的 所以就只有帶那種手提行李 沒有運送的行李 所以就是帶一個小小的行李 但是那個小小的行李我也有付錢 然後結果我們要就是過安檢的時候 因為我住的是廉價航空 Ryanair 然後他就把我的那個很貴的乳霜丟掉了 就是我本來有帶來想說要給你們看 因為那一瓶乳霜呢就是我已經用到見底了 就我想要證明給你們看說 哇我真的很喜歡用它 用到見底就快要用完了 所以我來的時候就心情非常非常的難過 因為那一瓶乳霜呢是我平常很愛用的 然後我都會有拍空空賞的習慣嘛 所以那瓶用了那麼久竟然就是被丟掉 就是被丟掉了 好難過喔 大家應該打過肥奇有知道就是 帶的液體不能夠超過100毫升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然後我也知道 所以我帶的都是小小的 然後那一瓶乳霜它的容量大概是50 然後我就過安檢的時候 不是都要把那些液體裝進一個透明的那些密封袋嗎 然後他給我那個密封袋就很小 以前的在機場的都比較大 因為他就是想要看我的行李裡面有沒有液體 就開始翻我的行李 然後他翻的時候當然經過的那些旅客 是看得到的螞蟻 就是大家可能不會那麼雞婆 不會有人想看 就是那一個安檢的人 一個女生 然後他就翻我的行李的時候 他連內褲都翻了 就是非常仔細把我的包包裡面 全部的東西都翻一遍 然後當他翻 因為我有什麼泳衣啊 還有什麼bra top跟內褲 然後他翻的時候我就覺得 真的很尷尬 就是我整個包包都被翻起來 然後他就開始翻我的化妝包 然後我化妝包的每一點東西 他都打開來看 比如說 我會帶benefit腮紅 他也這樣打開來看 他說這是什麼 我說嗯腮紅 我就覺得 就是被白斑刁難就對了 真的那個時候當下覺得超委屈 因為我從來 飛過這麼多次 從來沒有被這樣對待過 然後我就覺得 我的搭飛機的運氣真的很不好 然後他說你只可以把你全部的化妝品 都裝進那個袋子 所以我就塞了塞了塞 然後我要帶的那一罐乳霜呢 就我平常很難用那個乳霜 就不能帶 因為裝不下 如果要裝得下它的話 就要把其他全部都丟掉了 所以我真的就只能夠捨棄把那一瓶 萬元乳霜丟在機場 雖然已經快用完了啦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留下那一個盒子 讓你們看看它到底多好用 好我現在卸妝已經廢話太多了 我很想要跟你們訴苦 這一個呢 是我在Look Fantastic上面買的 就是聽說那個什麼Vogue 不是說 喔這個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用的化妝膏 卸妝膏嗎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 20毫升小一點的來試試看這樣 那現在呢 我就是全臉都用那個卸 我連睫毛膏都用它卸 卸的時候會感覺到 有一些很像粉色的東西融出來的感覺 現在臉上就感覺了一粒一粒的東西 但是這個一粒一粒的應該不是它 產品本身的顆粒 它的產品有附一張布 我的使用方法是會把熱水沾濕 就用熱水沾濕這一個布 然後就敷在臉上五秒鐘 這塊布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接下來這個步驟呢 就重複三次 好在臉上第二次 這就是我卸妝的步驟 用了一個多禮拜左右 然後使用的新的是我個人 目前非常的喜歡 就是我可以理解為什麼Vogue 會給它這麼高的評價 因為它卸完以後真的有一種 毛孔非常非常乾淨的感覺 就鼻子還是有粉刺啦 就不可能全部粉色不見 但是至少我兩側 我的鼻翼兩側摸起來 是非常平的 就是很舒服很乾淨 然後臉上完全沒有乾或緊繃 也沒有油油的感覺 因為我很常用其他牌子的卸妝膏 然後那些卸妝膏我卸完以後 臉都還是油油的 就必須要用洗面乳 但是用Evolone呢 很多人都會繼續用洗面乳 但我個人是沒有用 因為就覺得 哇卸完以後好乾淨又好舒服 就很擔心用洗面乳會毀掉這種舒服的感覺 所以就我常常是不用洗面乳 就直接保養的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因為我也是之前都沒有用過這個牌子 因為覺得很貴就不想買 但是我是在那個look fantastic上面買的 小的20毫升 大概是台幣800多 所以我覺得很ok 然後它的味道就是草味 就是草藥味 不是那一種很精油的味道 然後我個人是不討厭這個味道 然後用量滿省的 好那我接下來要進行下一個步驟 那刷完牙以後呢 會帶影視眉 帶了應該有快要半年或超過半年了 所以現在牙齒變得跟以前長得不一樣 因為以前很多人都會說我講話嘴巴長不開什麼的 然後就是因為我的 有點上牌蓋過下牌 所以我的 我這麼講話我下牌都不會露出來 可是現在漸漸的會了 所以感謝我的影視眉 好那現在換了睡衣 然後也是牙套戴上 接下來呢就是 算是密集的保養時間 就要來敷那個眼膜 這眼膜呢 我之前是趁那個TT眼打折的時候買的 反正我之前有拍過那個影片 就是什麼我拒絕的業配那個影片裡面 然後我就有買他們家的眼膜 然後最後他們看到 他們公關看到影片 然後就說我很開心 我買他們家的眼膜這樣 好那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眼膜呢 戴起來就很像那一種 那個叫什麼 變膚俠 或者是有人說很像麥當勞的那個小偷 好 360度 都能夠敷得到 那這個眼膜大概敷10到15分鐘 是那種叫做什麼 生物纖維面膜 然後它這裡面會有多的精華液 它的精華液超級多 就是它可以真的讓你的眼睛更加保濕 眼膜真的360度完全服貼到不行 敷完眼膜呢還要敷面膜 因為通常面膜呢 就是敷都要敷到眼中 所以剛好可以一次敷兩片 那我今天用的就是一個 很單純的保濕面膜 因為今天就是一整天 在外面就是走跳 然後義大利也是滿熱的 大概30度左右 就還是需要保水一下 這個呢我會等一下拿來敷後腳跟 所以我會把它先收起來 就是通常我會拿來敷脖子或者是膝蓋或者是腳 所以你們看現在臉敷完以後長這樣 就是我敷了25分鐘 我就在床上一邊抬腿一邊敷臉 然後就敷了大概睡了15分鐘 就太舒服了 因為今天好累喔 今天一整天都在走走走走走走 做了探索層次 然後我現在臉上就還有那個精華液 所以我就會先等精華液吸收 那等精華液吸收的時候呢 就先來擦別的 克蘭絲的唇油 就是每天晚上都會擦 然後接下來呢會擦這個 睫毛增長液 這個睫毛增長液真的是超有效 因為我只有到瑞典的時候才會擦 因為我到瑞典就工作比較少 所以就比較多時間可以保養 就會比較勤勞的擦這個 然後每次擦這個呢 大家就會說我的睫毛變得好長 閉眼給你們看 這樣 這樣不知道看不看得到睫毛是多少 擦了這個以後呢 睫毛真的變得超級濃密 非常有效 但是大家要記得 就是睫毛其實是有生長週期的 就是它固定一段時間就會掉 所以就是還是要一直持續擦 如果不擦的話 你的睫毛又掉了的話 就會回到你原本有的睫毛的濃度 沿著你的睫毛根部 擦一遍就ok了 上下睫毛都可以 我上下睫毛其實都蠻長的 上睫毛可能要這樣拉起來才看到我睫毛的長度 擦完以後擦眼霜 他們官方的說法是要先擦睫毛增長液才能擦眼霜 他們可能是怕那個睫毛增長液的刷頭會有 就是沾到眼霜會髒掉 你們看我的嘴唇 真的非常的滋潤 然後那個滋潤大概到早上就會不見 可是早上起床也不會覺得嘴巴乾 就還是會覺得嘴巴潤潤的 然後擦眼霜的時候記得上眼皮也要擦喔 我知道很多人擦眼霜的時候不會擦到上眼皮 那接下來呢就可以開始擦乳霜了 那其實我本來帶來佛羅倫斯的那瓶霜 就是我剛剛說的就是非常好用的霜 過安檢的時候被丟掉了 所以我現在要擦的是這個替代瓶 這個替代瓶呢是海洋娜娜的乳霜 那海洋娜娜的乳霜呢 我先擠 擦一點點在手上 搓一搓 搓到這個霜變成透明了以後呢 然後再擦在臉上 不可避免的年紀到了臉就是會開始下垂 我覺得我的法令我越來越嚴重 雖然我是從蠻小的法令我有點明顯 但是我就在想說要怎麼辦 要不要去買線 大家很多就是那些心靈雞湯啊 就會說什麼 慢慢的優雅的變老啊 什麼皺紋很優雅什麼的 但是當你事實現實生活中 是當你真的變老 然後就會有一些酸民 然後就會說 你怎麼臉都垮了老了 看起來好累喔 果然是老了什麼的 然後我就聽到這句話 就覺得很討厭很煩 就想說誰不會老 但是只要你長得了 有什麼問題 變醜了變胖了 臉垮了老了很疲憊都要被鎖 真的活在亞洲的壓力好大 這個就是擦完乳霜以後的樣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血淚的經驗 就是我們登記的時候 然後通常不是說 你登記前要至少半個小時check-in嗎 然後我們大概是登記前一個小時check-in 因為我們的那個飛機就延誤了 延誤了大概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就在我們原本的時間 一個小時內的check-in上 然後check-in的時候 每個人又被額外收了60歐元 1800台幣的費用 然後誰就說為什麼要收這個錢 他就說因為你沒有在兩個小時以前check-in 所以我們要跟你收入的錢 然後我們兩個就超傻眼 我們就從來沒有遇過這種事情 然後也是覺得可能是因為他是廉價航空 所以才 他才這樣子用各種方法 就是想要賺錢 因為明明是他們自己的 班機延誤 然後還就是怪我們 沒有在兩個小時前check-in 因為當下我也沒有覺得怎麼樣 就覺得反正一定要花錢了事 不然就沒有辦法來義大利了耶 就是什麼thing都是花錢了事 我們兩個就是共同有共識說 我們以後再也不要再搭Rion Air 持生債也不搭 我覺得我的機場運真的很長 我每次在機場都會發生不好的事情 題外的話就是如果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你有想要買ttm的型眼膜或眼膜的話呢 像這種他們有不同的組合 然後可以就是點我的資訊欄 因為我的資訊欄裡面有團購 那個團購呢限時大概一個禮拜左右這樣子 就是我也想要問你們就是 你們會不會不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就是有些人可能喜歡這樣子聊天聊很久的感覺 可是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喔好煩喔我只想看保養 我不想要看聊天廢話好多 所以我其實不太知道應該要拍這種聊天影片 還是不講話的很快的保養結束的影片 所以也歡迎留言跟我說你們的意見 這樣子以後拍片我就會更加注意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掰掰